影片開始前 要跟各位說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頻道會員開始啦 一共分為三種規格 每個月只要45人台幣 就能享有各種會員福利 有想支持本頻道的 歡迎點選下方連結 或是到我的頻道首頁點選加入 查看更多會員福利 整片開始 哈囉 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白神 我們終於追上最新進度啦 今天為各位帶來 X世代動畫第16集速看解說 這邊我就不多廢話了 直接進入正題 此時 大廳正放映著人格假面對 挑戰謎語陀螺的畫面 外頭早已擠滿了想親自體驗一番的遊客 在這攏藏的隊伍之中 一位小孩早已按捺不住想對戰的心情 便開始大鬧起來 見此情形 不死圓盤來到現場 在向男孩確認了喜歡戰鬥陀螺的心情後 他就從手中變出一枚赤紅的陀螺 將其交付給男孩後 一旁的路人認出其身份 盤指示 的一聲避免引起騷動 回到謎語陀螺這邊 X一見到競技場出現 就不顧巴德阻攔 直接向前要求對戰 對於這樣的行為 貓3亮出一顆名為幻神護甲的防禦型陀螺 本人認為蒼螺會被對方屬性克制 沒想到經過幾次碰撞 幻神很輕易的就被擊飛出場 獲勝之後 場上的柱子忽然稱其作神秘雕像 隨之燃起火焰 巴德原以為這樣就算通關 但馬路奇表示這還並未結束 貓3也要求眾人繼續戰鬥 第二場將由巴德出戰 在對戰開始前 巴德自信的表明 他已經了解了最終謎題的答案 在X勝利後一旁柱子燃起火焰 所以這代表必須拿下4勝 如果只是這樣就太過簡單 因此證據的答案應該是要達成4次出擊的勝利 聽後貓3沒有太多回應 只是略帶挑釁的說道 如果你認為是那樣 那就來吧 3 2 1 GO 咻 為了能快速擊飛對手 巴德這次不做多餘的攻擊 一下場就立刻發動極限衝擊 但貓3卻表示這樣的攻擊是無法擊敗他的 隨後幻神竄起吐色氣場 一座頗巨威嚴的人面石身像阻擋在惡魔面前 並且周身纏到陣陣沙塵 因爲幻神護甲接近圓形的構造 可以將對手的攻勢完全化解 甚至把主動發起進攻的惡魔鎖鏈爆裂 戰敗後巴德徹底崩潰 歷經千辛萬苦才來到這裡 卻因爲自己的失敗而就此幾步 這時奇怪的螢幕卻發生了 明明輸了 地旁的火焰卻亮了起來 面對這樣的情況 巴德和X兩人被搞得一頭霧水 身為知識擔當的馬路奇 似乎已經了解真相 幻象偶像服決定接下第三場比賽 雖然這場比賽魔導幻間有著屬性優勢 但因爲不了解謎底究竟為何 巴德還是十分緊張 貓3也藉此開啟水炮模式 不斷吹噓沒有任何人能解開這最後的答案 此時馬路奇卻微微笑 轉眼間換上一套偵探服 他在這場對戰中不斷削弱敵方動能 最終拿下迴轉勝利 這也是這關的正確答案 接下來是七色偵探的解謎時間 出現在空中的立方體 並不是普通的立方體 而是一個會旋轉的箱子 貓3在測驗開始前說了一句 實行吧! Do it! 為什麼要特別用兩種語言說同一句話呢? 因為這就是解開謎題的線索 旋轉的箱子 翻譯成英文為Spinbox 接著將單字分解 就會出現代表迴轉、爆裂、擊飛 以及極限四種勝利方式的相應字母 雖然了解了謎題背後的答案 但還有極限勝利沒有達成 想當然 最適合的人選就是X 這場比賽X不多廢話 就讓你見識一下不可視之物吧 昌王街上衝擊吊鎖 開始了超加速 不可視之物就是謎 而謎就是X 人格假面的各位 將這道謎題揭開吧 很順利的X取得極限勝利 他們三人也成為了第一組通關謎語陀螺的人 結束之後 巴德隨口問了通關不是能得到財富和聲望嗎? 貓女表示那只是遊戲設定而已 但聲望倒是真的能夠獲得 看了一下轉播 主題公園的雕像竟然變成了巴德的頭 活動結束之後 貓三暗自誇讚了人格假面的實力 並且正心情愉悅的清潔著陀螺 忽然一個帶著貓女面罩的神秘男人來到面前 手中拿著一顆赤色陀螺 嘴裡說著一些奇怪的話語 他自稱自己背負著讓陀螺進化到下一階段的使命 在下面去後 是不死圓盤出現於此 他向貓三拋出橄欖枝 認為兩人同為背負特殊使命的人 那麼 tonight まぁ 時間結束 喜歡可以幫我們訂閱分享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Monsieur 按íz together 小 uns Volley 我們下次見 拜拜